因為我的工作就在說故事 然後跟很多的孩子跟不同族群說故事 當初看到OpenMine被兩個字吸引住 就是故事兩個字 每個人都有故事 然後每個人心中都做了一個孩子 不管他的年齡、他的族群、他的職業 可是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真的少了故事 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平台 藉由這樣的一個過程 能夠讓故事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在台灣每個地方能夠被發酵 自從2014年這樣的一個平台被露出之後 我這一兩年來開始 自然會把我推到一個不同的領域裡面去 慢慢的跟老人、林法族 跟不同的族群 然後跟一些身心障礙的孩子也好 或者是成人也好 開始用故事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台中市很多的移工的很多的夥伴 很多的團體 其實他們默默在為我們台灣這片土地 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像去年寒流來的時候 台中火車站在地下街的那些遊民 是這群移工們自己煮稀飯 自己準備醬菜 一碗一碗熱騰騰的烹給他們吃 那我看到這個畫面其實是非常的感動 可是沒有人知道這些故事 也因為不認識 所以開始有了摩擦 開始總覺得開始有隔閡 總覺得好像台中市火車站顯得第一廣場 現在稱之為東協廣 非常的恐怖就是一群掉去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帶著一群移工朋友 把他們自己的故事 用他們的語言 用他們的音樂 用他們的舞蹈 用他們的所有熟悉的方式 好 不是在殿堂中的演出 在殿堂中的說故事 而是真的走在台灣的 媽祖廟菜市場 然後走進了台灣居住的這些的生活當中 認識這群夥伴 每次當我一場活動當中 我看到一群移工跟一群台灣的孩子在說故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畫面是非常非常的感動的 好 那這群孩子也真的會去擁抱 也真的會去說聲謝謝 以及會主動問他說 印尼話的謝謝怎麼講 或是越南話的謝謝怎麼說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故事的力量 非常感謝在2014年 open mic 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這過程當中我認識了非常非常多 有故事的好夥伴 好 我們私底下也會不斷的 也有時間去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故事放在心中 它就是個故事 可是如果故事把它講出來 跟更多人分享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股力量 所以我很鼓勵說 所有有故事有想法有夢想的人 其實就大膽的把你的故事說出來 然後讓所有人去找到更個故事的連結性 它自然會做一個很奇妙的連結 然後會認識更多人 在說故事的條路上的夥伴 不要讓孩子說故事的本能消失 我常常問孩子說 故事中出現過大野狼的故事有哪些 三隻小豬 七隻小羊 小黃毛 然後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孩子不會說故事 都在過點的生活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每天我告訴孩子說 你要吃多少的營養 多少的不同的補充 孩子 台灣的孩子 你故事的養分夠嗎 2016 Open Mind 6月1號開始報名 我們歡迎你一起站上這個舞台 說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好點子 現在就上網報名囉